- 歡迎回來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現在大家都一直在講了 說美中之間彼此在較勁 那中方會拿什麼東西來開刀呢 有動作 來中方現在掌握的重要資源就是稀土了 明定稀土屬於國有而且是全面性的監管 這是從10月1號開始要實施的一個新的制度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在去年 他們稀土產量24萬噸 佔全球的三分之二 而且17種稀土元素裡面 基本上中方佔40%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東西都用得到稀土 特別是現在不知道在半導體啦 電動車啦 甚至很多的軍武器材都需要稀土 現在中方不但是把它列為 禁止的一個出口限制的項目之外 明定這些通通是國有全面監管 那就表示你需要嗎 那你要先問問我 再要不要給你 好啦 在另一個部分 中方這邊也掌握了話語權 這個是呢 他們剛剛到月球的背面來 彈回了月圓 這一些土呢 他們到底要給誰來做研究 現在美國媒體Politico說了 說給了法國 給了義大利 給了巴基斯坦 給了歐洲航天局 可問題就是不給美國NASA 根本就沒有邀請他 一起來研究採集到的月圓 他們也開始在講呢 說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中國就是針對美國 但中方這邊也有人在講 那就是因為啊 如果要合作的話 要徵求FBI許可 所以有沒有可能就是因為 這個沃爾夫條款 更在中間 所以讓雙方的合作 會產生一些問題跟摩擦 美方呢 現在其實在關稅上面 屢屢的拿中開刀 也因為選舉季啦 所以呢 很多時候其實也有一些 他們選票上面的考量跟需求 包括了 加高爾夫球車呢 說因為中方的高爾夫球車 大量的湧進美國 所以現在美國人呢 有兩家大的高爾夫球車生產商 因為這樣面臨了生存危機 就要求要加徵百分之百的關稅 好 另一個部分呢 美國商務部雷夢多 最新的動作 是他覺得 中方的電動車數據 要強制存在美國 除此之外 電動車 船舶 無人機 人工智能等等領域 我們要更嚴格的貿易限制 先前不是已經講了嗎 要再追對中國電動車 可能要有一個新的內容 這個內容呢 現在正在起草當中 美國眾議員呢 甚至還講到了 船這件事情 好 原因是因為 如果說呢 現在大部分的船舶 確實是中方製造的話 那他要來靠港的時候 他說只要是中國造的船 他們就要徵收每一艘百萬美元的停靠費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算不算是一種強壁管轄的市場上面 就是要求你必須要好好的注意 你買的東西是 Made in哪裡這件事情呢 而另外電動車他們一直講 那是因為你們傾銷啦 你們大量補貼啦 你們才會有這價格優勢 可是如果真的讓美國人自己在做的話 很多政策好像很難實現 因為拜登政策其實是要廣設50萬座的EV充電站 結果兩年多拿呢 說只蓋了7座而已 因為太少了 所以美國將近一半的車主 甚至因為很難充電嘛 所以考慮換回汽油車 拜登到底這四年來 做了些什麼樣的事情 現在要競選連任了 可是在變論會之後 大家開始討論的竟然是換敗換登 好原因是因為現在他的勝選機率 說只剩下19%啦 川普呢 甚至過半到54.8% 不但自己掉了還拉抬了對方 就連經濟學人都在講了 說拜登的說他再次參選 是要幫大家拯救 不要受到川普的報復 但是問題是 如果真的在意他的使命的話 是不是我們就把這個 最偉大的公共服務 讓給其他民主黨的提名人 啊其實講來講去 就是是不是把人給換掉 不是只有經濟學人 昨天也講了紐約時報 也有這樣子的一個社論出現 甚至Washington Post 也開始有出現這樣的一個聲音 這都是過往來說 最挺最挺民主黨的 有可能有人來接嗎 哎確實也許有一些人選 包括了最常被提到的賀錦麗 現在的副總統 包括了加州州長紐森 哎有人說呢他會不會不成氣候 但Michigan的州長賀莫 也有人把他提出來 但是就表示如果真的是有人接的話 那他退或不退 美國媒體的報導說其實呢 他們現在已經在大位移討論了 開家庭會議 是不是真的要退下來 那有知情人士講嘛 對拜登來說最有影響力的 可能就是Gill就是他的第一夫人 如果說第一夫人真的跟他講說 親愛的我們回家吧 也許真的就會就此改變未來大選方向 好其實除了美國在選之外 法國還記得嗎 法國總統呢先前不是遣散了國會嗎 好現在馬克宏他要面臨的是 他做了這個政治舉動之後 現在可能的結果就是他所屬的政黨 目前啦獲得的支持度 可能只剩下20% 那他的這個對手以前啦 選輸他的那個勒鵬呢 現在支持度 他們那個政黨支持度破37%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也危及到他自己的政治生命 以前只能挑戰他 但是呢那個時候選了好幾輪 好不容易他勝選 現在政治局勢正在改變當中 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果 請教一下介大使 在整個世界局勢的改變當中 中方現在出手了 他鎖定的是稀土 而且明定國有化全面監管 對其實就是說過去這個世界上 就是只有西方國家能有制裁別人 或者限制好產品出口 或者限制這個好 技術出口 那現在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因為中國大陸本身的這個 科技發展水準 還有就是產業發展的水準 還有由中國大陸這個資源大國 很多礦物 稀有礦物的這些 長在中國大陸手裡 所以現在 西方國家可能第一次也面對到 有一個國家有能力 對他們相對報復 你對我報復的話我就報復 你限制我這個我就限制那個 那過去都只知道 西方國家單方面給它報復 現在俄羅斯被報復了多少 一萬多項 中國大陸被報復了 你說這個好 所謂的實體清單 或者說列明黑名單的這些 這些公司個人來講 我想也都是成千上百 而且都是美國在最近幾年公佈的 那大陸當然不可能 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挨打 如果你本身還有實力的話 那當然就是回擊 因為回擊攻擊是最好的 怎麼防守 要不然你永遠挨打下去 所以中國大陸就 其實這個有關稀土方面的 這個中國大陸內部的整頓 進行了好幾年了 他從資源的調查到整個 輸出程序的一個管控 事實上也花了大概兩三年 在去年公佈 加者這個列入出口管制物品 這個部分他自己本身 大陸也花了兩三年的時間 所以呢 這個不是說要報復就可以做的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最近公佈的稀土管理條例 那麼這個10月1號開始實行 我覺得就是更清楚的把整個的管制 從這種緊急的行政措施 變成一個法律的法律 有法律基礎的 那這個並不是說10月1號才開始實行 這已經實行蠻久了 大概有一年了 只是說把這個法律基礎再做 你會看到就是說其實習近平 他這個從第一任開始吧 他就強調依法治國嘛 所以現在大陸就是說很多法令上他必須要 他必須他的行政措施 政府的政策 最後他都要有一個法律的依據 所以這個事情當時已經做了 現在這個法律才更完備了 那其實我們也只不 其實中國大陸最近 最近一兩年做的不是只有加根者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石墨 石墨事實上的話 中國大陸雖然整個的儲藏量不是世界最高 那個最高的是土耳其 可是中國大陸佔整個石墨的出口的7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說在電池的那個政績 所需要的那個零片 零狀的這個石墨 中國大陸佔90% 而且中國大陸在石墨有關 現在的電池也需要石墨的 它的技術遙遙領先 所以呢 中國大陸現在很清楚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我想就是說這些部分 你會看過美國每天在那邊這個辦法那個辦法 可是中國大陸一出手的話 事實上美國將來它電子產業要發展 甚至它的軍事產業要發展 因為這個加對於這個雷達通訊很重要 可能也會受到很嚴重的制裁 很嚴重的縮限 這個都我們有待我們後續來觀察 是 請教教小店長怎麼看 我們這樣講 稀土其實很多國家都有 但是要把它從稀土提煉成 稀有金屬的技術 都只有中國有 那所以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而且中國大陸現在禁止稀土 有條件的管制 其實這個是對的 而且這樣做的國家並不只有中國大陸 我舉個例子 印尼也是如此 印尼有這個 我們講到電動車 它的電極 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叫做涅 印尼也禁止原礦物出口 就是以前 大家都是挖了涅 直接出口到自己國家裡頭 自己提煉 然後自己造成成品 現在印尼也禁止原礦出口 它必須要成為半成品之後 才能出口 為什麼 因為印尼也非常清楚 只有成為半成品的時候 他們才能夠擁有技術 而且這些國家 最後我們講到甚至連比亞迪 都要到印尼去設廠 為什麼 因為有關於電池的部分 非印尼不可 那至於說 我們講到稀土 除了地球上有之外 還有哪裡有 月球也有 那但是我們 台灣對於中國大陸 它的一個太空的一個進程 其實我們不太了解 那我們這樣講 其實中國大陸的網民 其實是整個整體的國民 非常注意他們在太空方面的成就 這是我們所看到的嫦娥六號 嫦娥六號 大家認為就去挖個土而已 有什麼稀奇 不是 它有磚取跟挖取 當年美國的太空人就是在表土 挖那些月染而已 現在它直接用磚取 所以它說它的採樣的管 那個裝置有2.5公尺 意思就是它不是只挖出表土來 它可以下磚2.5公尺 那挖出來的這些土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 其實它的重量 將近2公尺 那這些表土我們剛剛就看到 其實它是交給了 歐洲航太總署 意大利 這些法國這些國家 那交給了這些國家 NASA就拿不到了嗎 NASA一樣拿得到嘛 但是我就是給你難看 你一天到晚說 中國大陸對美國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當中國大陸成為太空的先驅者的時候 我也同樣的對你美國制裁 是請教兵哥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個現在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這個制裁 當然是會不斷的再繼續的加強 那可是問題是 美國不要光想著制裁別人 你們自己面臨的問題 你自己要去解決 比如說電動車這個東西 電動車為什麼在美國現在慢慢 這些車主都想要用回來 就是因為充電樁根本不夠 那充電樁為什麼不夠 是美國真的連建設充電樁的能力都沒有了嗎 其實不是 是因為他們有強大的這一些油商啊 這一些團體啊 這一些汽油車的這些廠商啊 他們在限定拜登政府不讓他做這件事 不然的話怎麼可能連個充 你覺得以美國政府再差 可以這麼多年只見七個充電站嗎 那個數量有點少 對啊那個實在少到太誇張了嘛 所以很顯然是政府遭受到了強大勢力的干預 讓他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美國如果持續任由這一些 這一些實力的企業 不斷的干擾美國的發展的話 那未來美國的發展是堪憂的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自己要去想想看 他們任由這樣的發展是對的嗎 你會慢慢被世界淘汰 那至於說拜登現在這個東西 那當然看了那天的辯論之後 很多人對拜登開始信心動搖 覺得他大概撐不到這個10月選舉這一天 那是不是要換人 那可是說真的 我就覺得現在當然有民主黨內還是有人可以換 問題是換了之後的結果會是什麼 換了之後就能夠贏這場戰嗎 換了之後就能夠扭轉局勢嗎 恐怕也很難 那但是你如果讓拜登繼續下去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第二天他的表現是很正常的 很好 那看起來他在他自己的同溫層裡頭表現是很OK的 那可是問題是 當他離開自己的同溫層之後 還能不能維持這種表現 會不會又變得呆弱目擊 又變得一副好像 這個整個身心狀況有問題的一個老人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拜登團隊恐怕要去仔細考慮的一個問題 那我也不懂啦 就是拜登那天的身體狀況 到底他的團隊事先有沒有幫他做好評估 你如果都沒有去做評估就冒冒然 順遊他自己的意願就讓他去參加這個辯論嘛 我一直覺得這個辯論對老人家來講 是一個極其嚴苛的挑戰 要讓他們在那邊站90分鐘耶 這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不管要不要換 接下來民主黨大概都要面臨非常大的考驗 因為他們不管做什麼抉擇 這個恐怕都是非常困難 好距離年底的選戰 11月的那個選戰呢 到現在為止 可能還剩下四五個月的時間 那這段時間 到底民主黨會面臨什麼樣的一個曲折 最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 而這結局就有可能影響到 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 我們先進廣告 講到中方 其實現在把它列為死對頭的 不是只有美國而已 還有一個印度 印度一直以來因為邊境問題嘛 所以呢他們其實一直是對中方這邊有所挑戰的 來看到說他們現在的空軍呢 在拉達克還有西藏的一小部分 現在就開始加強部署 米格29啦 蘇凱30啊 飆風戰機啊 通通給他開過去 好甚至呢 還有波音C17 以及呢127的通通都在這邊聚集 他們的參謀總長呢 他們的陸軍參謀長講說 現在是因為中印局勢敏感 而且不正常 好怎麼樣的一個狀態 因為這個事件 帶您來看到 印度一個坦克 他說呢 在經過跟中方接壤的地區渡河的時候 沉默了 有五名四兵死亡 好他們就開始有很多的說法 因為呢 其實在這一個地帶來 從2020年那個時候呢 雙方爆發衝突之後 大家就長期在這邊對峙 所以任何一個事件的發生 他們都會想知道說 到底有沒有對方干預的因素存在 而另一個部分呢 則是他們現在也開始對中方的三種產品 來徵收反傾銷稅 這裡面呢 就包括了 抑壓稅時機 而且呢 很高耶 他那個關稅一加就加到 162.5% 將近要Double了 目前呢 也還有一個進展 就是 當他發現說 中方很多地方在做基建的時候 印度現在也要開始來對抗 那個一帶一路的基建了 第一步 斥資90億美元來興建大型港口 要重啟跟歐洲的貿易走廊計畫 畢竟啦 現在看到了中方啦 跟歐洲啊 這個貿易啊 或者是港口啊 鐵路啊等等的接口 他們覺得 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我們也要 在這個地方 再下一城 不能全部讓中方 混亂去 而美國呢 其實在去年G團體的時候 有簽了一個備忘錄 他是希望說呢 能夠把印度含進來 你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我們在研究 那一條路到底可不可行 因為他是從印度 然後到約旦 再到以色列 裡面就有一種陸陸海路 哎 就要牽扯在一起 但這個呢 其實是那個時候G團體的時候 所提出來的 對抗中方一帶一路的一個倡議 現在要開始進行了 這幾年啊 莫迪他在執政的狀態下 他一直希望讓印度人 感受到那個榮耀感 所以呢 他也一直在做基建 只是這些基建 現在呢 卻頻頻傳出問題 但你來看到的是 現在在傳說 機場建物坍塌 好 這個是在印度的國門新德里機場 星期五的時候 說一陣狂風暴雨之後 結果 航下的屋頂樑柱就坍塌了 造成了一死八傷 而這已經是三天來 第三起基建所發生的意外事故 其實這幾年 他們花多少錢 花了兩兆美元 蓋港 然後蓋橋造陸建港 但是呢 卻是接連的發生了一些 呃 基建 然後狀況不好 坍塌 或者是呢 有一些橋段等等 這樣子的一些慘況 所以網友開始在講說 這算不算是踢足球的帽子戲法 就是你會猜猜到底下一個 輪到哪一座機場會發生問題 豆腐扎工程 一再的出現 也讓大家想問問 印度現在 到底有沒有他們說的那種大國實力 畢竟啦 中印在地區上面 確實他們是在較勁當中 像是孟加拉的總理 他即將要到中方訪問 出發之前 其實印度這邊 也有給了他的一些的壓力跟拉力 希望說你能不能不要去 但是呢 他還是要去 最主要就是因為現在有一筆 總額70億美元的中方貸款 這一次呢 也希望能夠來談一談 同時 是不是也要開始做人民幣 本幣的交易互換的可能性 那印度就會擔心啊 因為這樣子是不是表示 中方跟他又更近一些些 戰略上面就會有一些潛在的威脅啊 其實啊 大家都是從自己的立場來出發嘛 孟加拉固啊 可能跟印度比較好 但現在他也看到中國在崛起啊 他也想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不能能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跟著他走 大家都不想要把所有的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嘛 到底現在了 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包括了印度孟加拉鐵路協議 有沒有可能會危害到國家安全 雙方彼此之間的一些互通往來 其實呢 在局勢 整個社區 地區局勢的變化之下 人民也會有一些感受 包括了孟加拉的公民 現在開始對於印度出現了一些反感的意涵 他們也想問 我們真的要一直跟印度這麼近嗎 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所以請教一下介大使 您怎麼樣來看 印度其實一直以來他都覺得 他要跟中國對抗 特別是在邊境上面 最近一再地看到他們在 包括了空軍 包括了陸軍等等 紛紛增加軍力 中國大陸跟印度 之間這個領土糾紛 這個已經幾十年了 這個最主要是在這個英國統治的時候 非法侵略了當時屬於中國的土地 而且他沒有跟 這個他跟當地的這個 西藏的這個地方政府簽的約 沒有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同意 所以這個中國從來就不承認 他竊取掉中國的這個英國帝國主義 當時這個偷竊中國土地這個結果 這兩塊地一個就是在這個藏南地區 那是百分之百的西藏人民的主居的土地 你走去進去看一下 怎麼跟印度有關 跟印度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拉達克地區的話 拉達克的首府叫小拉薩 它那個房子就蓋著像模仿拉薩的 那個布達拉宮蓋的 所以叫小拉薩 也分之百分之百的藏族土地 怎麼是印度的土地 所以印度今天就是說 因為那個時候 這個英國是實施這個 怎麼講的 擴張主義 侵略中國的土地 那中國的中央政府 當時是沒有同意的 根本就不知道 那可是印度獨立後 他就說這兩塊土地是他的 而且還採取這種很霸道的政策 所以1962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出兵把印度教訓了一頓 可是當時並沒有 只是說這些土地是爭議的 那個時候是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這個解放軍 越過喜馬拉雅山 是成盈成盈地把印度的軍隊俘虜 最後還把他們還給他們 如果他當時可以在徽兵 直接打到這個新德里的話 那印度就不是今天的印度了 只是那個時候中國大陸 從全盤戰略考慮 因為美國那些 這些英國國家加入了 想要藉這個機會 跟中國大陸 用印度來打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戰爭就一直就是 等於說只是停戰 領土都會沒解決 可是採取比較 這個侵略進行作弦都是印度 我個人的觀察 這個看了很多次 我覺得莫迪當時 他在這個三四年前 挑起印度的這個邊界衝突 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他要控制軍隊 因為他只有有這個衝突的時候 他才能夠在這些 讓軍隊有地方表現 然後在這些過程中 他可以軍隊支持 他可以控制印度的軍隊 第二個就是 煽動印度的民族主義 以反中作為一個怎麼樣 印度的反中 作為他凝聚一個非常 內部非常複雜鬆散 對立的一個印度社會 讓他有一個共同的外敵 讓他能夠凝聚全力 那這個這幾年 事實上他已經用過了 那事實上我覺得 現在的中印邊界 會時時會有問題出來了 可是只要硬 只要莫迪 不要想利用中印邊界糾紛 來獲取他個人的政治利益化 中印邊界事實上的話 不會量成大貨的 不會有太大的這種衝突 繼續發生 是 請教一下小舰長 我們看得很清楚 人要富先開路 這個也就是中國大陸 自從開始推動一帶一路 之後這麼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 為什麼 因為他除了開路之外 他還幫忙建設港口 那還建設鐵路 這些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那當然西方國 以歐美為主的西方國家 都會講說 這個是將債務建設 壓在這些國家的肩膀上 但是中國有逼迫你馬上 就要還嗎 其實並沒有 而且中國大陸 事實上來講 之前也曾經有 免除非洲一些國家的 債務的一個潛力 所以其實 中國大陸才是真正的 協助這些南方國家 那個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因素 那我們剛剛講到拉達的這個地方 事實上 印度在那邊開了一個隧道 那開了一個隧道之後 它那個隧道很長 大概只比我們台灣的血税短一點而已 那它直接的可以 將部隊從印度 最北邊的一個省份 運到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衝突的地點 但是印度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公共建設 那現在它又說 要做這個印度中東 歐洲的一個經濟走廊 它說要做這個經濟走廊 這個經濟走廊不是 像我們講的一帶一路 不是我們講的中歐班列 直接 坐船 或者是直接搭鐵路就到達的 它要先到那個 沙烏地聯合大公國 然後再到沙烏地 然後再到 透過約旦 然後再到以色列 我們有想到嗎 現在這些國家真的可以做這麼一件事 幫印度鋪這個鐵路嗎 鋪完鐵路之後還沒完 它到海法之後 它還要再轉運一次 才能到達歐洲 這麼累 乾脆 直接 做中歐班列 直接在巴基斯坦 直接穿越 中巴經濟走廊 直接切入 到那個 我們講到說中歐班列的這些地方 這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你做這個印度 中東歐洲的這個經濟走廊 到底有什麼實用 其實並沒有什麼 並沒有什麼時效 而且我們看到現在地緣政治這麼複雜 要怎麼解決 那現在連仗都還沒打完 未來仗打完了之後 要怎麼樣讓大家能夠協助一起開路 那才是真正嚴重的問題 是 請教兵哥 印度自己一直認為自己是印度洋的霸主 他認為整個印度洋周邊 都應該由他來管轄 那他對中國大陸的崛起 當然非常感冒 他一直想要壓過中國大陸 那可是問題就是在於 印度其實一直 我覺得他們一直沒高懂的就是 是印度的整個社會結構 造成了印度在這些地方 追不上中國大陸 你的人民的最基本的社會結構 都沒有去改良的話 印度的成長到很快就會面臨瓶頸 你雖然有人口紅利對你人口夠多 你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 可是這些人口 只能夠帶給你勞力密集的產業 那對於其他相關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進去發展 所以印度我覺得他與其 現在把大筆的心力投注在軍隊上面 還不如趕快去做好他自己的基礎建設 印度的鐵路也很發達 可是問題是印度現在還在用那種非常老舊的車 然後大家看到那種奇觀就是 印度的火車上面就是站了一大堆的人 爬到車頂上去 你都已經21世紀了 如果你還在搞這些東西的話 你的國家怎麼可能會進步呢 然後你的工程品質到底是發生什麼回事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他們那個斷橋的畫面 橋能夠斷的這麼徹底 像吉隆奶粉一樣真的是不可思議 他那個整個橋這樣像 奶粉一樣碎掉之後 整個化到河頭去 然後完全都沒有 一根筋骨都沒有了 那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用什麼環保材質建的 能夠建的這麼厲害 所以如果他們這種人謀不葬的問題 這種偷工減料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去解決的話 請問一下 你確定你的軍隊真的能打嗎 印度的軍機的失事率是全世界最高了 每年都要掉飛機 來看看在美國的部分 總統辯論後續的效應還在發酵 美國內部一直傳出來 所謂要換敗罵這樣子聲音之外 共和黨當然是敵對的其他陣營就趕快呼籲 援引憲法第25條修正案 呼籲乾脆副總統賀吉利直接罷掉拜登好了 那這種所謂拜登內閣考量援引25修正案的說法 共和黨的中原羅伊特別講 很多人都要求要援引的 但這個取決於拜登的內閣成員 願不願意這樣做做不做得到 還會要求內閣成員要蒙心自問 民主黨甚至自己說麥卡錫就說 你是沒有辦法真的跟他談判的 這只有拜登是自己能夠做的決定 從選票上除名 那既然拜登不會放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夫人吉爾也不想放棄嗎 的確現在拜登還是告訴大家說他會選到底 而拜登辯論之後 抗通膨債抬頭的意思是什麼呢 大家開始覺得整個民調數字 一直一邊一邊的單邊傾斜的情況之下 連股市都開始交援壓寶 川普概念股 各種的相關的類股債券金融等等 都產生了變化 這也是國內的一種風向嗎 甚至是已經產生一種內戰或者已經先投降要輸了的這樣的氛圍嗎 布林布爾報道美國除了經濟議題之外 在預算赤字上的激增也成為國債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國會的預算最新預估今年政府必須再多借4000億美元 才能夠彌補得了目前的預算赤字 而且未來10年還要多借高達數兆美元才能解決國家的債務問題 那同時面對已經很債務累累的情況之下 原外對於俄羅斯跟烏克蘭的這個戰爭 問題還持續啊 美國還要繼續在50億去軍援烏克蘭啊 包括了英式防空飛彈跟炮彈 尤其是這個要向烏克蘭先提供大概台幣50億 這樣的一套一套的武器跟彈藥 都是來自於總統的撥款權就可以直接撥出去來支印的 算一算從2022年戰爭爆發到現在 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超過50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這當然是一筆大數字了 那俄羅斯則是警告美國說 美國製的無人機被用來襲擊俄羅斯 或者是直接引發衝突 這樣的做法呢 會增加北約跟俄羅斯聯邦之間發生直接對抗的風險 要美國你給我注意一點 但接下來有可能因此而戰勢擴大嗎 美國華府的智庫過去研究所都是反對這個戰爭延續的 但現在似乎已經俄國的反戰精英啊 就說這個華府智庫說反戰精英啊 也都開始支持戰爭了 也就是說這個戰爭要繼續打到底 打的強度越高的這樣的氛圍是越來越強的 而普欽這個時候被說是趁勢壯大怎麼說呢 當然就是說彈藥的各種限制 本來各國俄美之間都有一些協議的 現在全部都要被打破了嗎 例如哲倫斯基表示光是今年3月就有3000枚 華翔導引炸彈擊中目標 其實華翔導引是傳統的炸彈 結合了可以展開的機翼啊 衛星導航這些武器啊 但射程更遠 就是跟美國聯合直接攻擊的這個彈藥是一樣的 普欽特別講 可能會恢復所謂中短程飛彈 過去有些協議在美俄之間 2019年就宣布不再生產了 但現在因為他認為美國違反了相關的規定啊 這個中程飛彈條約 所以歐洲等地這類的飛彈演習都用了 他們也準備要做出反應 開始再來生產或甚至部署嗎 但美國專家分析雙方的敵我的這個軍力的 各種分析評估 卻認為在新型炸藥這塊的發展上面 中俄搖搖領先 前前宏吉一時例如這個炸藥之王啊 CL20是一種非核的炸藥 美國也長期有很多研究啊 既然有重要的武器一定會挖在手裡 但是呢 目前畢竟還是被沒有被管制的情況之下 沒有被廣泛使用在武器 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相反 不斷的更加大研究的力道 現在發展的程度如何 也還在觀察當中 但是呢俄羅斯說 要跟伊朗更多的合作囉 你看他跟北韓合作完 現在跟伊朗敲定了各種合作 可能跟核武有關嗎 那是大家最擔心 尤其是美國 才會緊急的說要祭出新的制裁 遏止伊朗從這個跟俄羅斯的合作裡頭 取得核武相關的武器或者是能力 那特別這個制裁裡頭 把三個伊朗石化工業實體的名單裡頭 有11艘船納入查扣黑名單 還要透過各種的經濟的防堵 確保伊朗不可以取得核武 但擋得住嗎 布林肯的這些談話 只是讓大家外界其實也有點存疑 亮哥光是在美國國內選情 似乎已經拍板底定這種氛圍就已經開始大亂了 這個共和黨的建議就叫敵人的建議 民主黨那樣不可能這樣幹 因為按照憲法第25條修正案 基本上是要內閣的重要成員加上副總統都聯名 說總統已經沒有辦法履行職務 這個在歷史上真的沒有發生過 這等於是內部政變 那除非就是總統真的就是陷於什麼狀態 比如說被綁架 事實上那個白宮陷落那個電影就是這樣演的 可是那個副總統不願意簽對不對 這個可能性很低 我不認為賀錦麗會幹這種事 而且你幹了這種事 民主黨也分裂了也不會支持你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共和黨這個 顯然是別有用心 別有用心 我認為不太可能 事實上拜登在兩天前已經表達他要參選到底 所以這個相當麻煩 因為如果個人沒有這個意願 目前是這樣 就是說民主黨本來是8月19號是黨代表大會 那他因為他有一個roll code 所以可以用電子投票 可是最早也是8月7號 所以等於只有五個禮拜可以運作這件事 可是前提是拜登必須同意 拜登完全看不出意願 而且我講白了 你現場程序上還要有過半的參與的民主黨的黨代表 直接支持那個新的替代人選 我目前也看不出有這樣的人 所以 所以我們從這裡延續下來再講這個俄烏戰爭 我覺得俄羅斯現在心裡就有點篤定 就覺得川普應該會當選 那這個烏克蘭到時候讓川普來收拾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就沒有打得很用力 比如說本來也許他在想要搞不好拜登當選 所以他搞不好要想要提前結束戰爭 那等於是來幫川普當選 因為提前結束戰爭 那拜登就滿面豆花不是嗎 那就是俄羅斯送給川普最好的禮物 可是目前看來好像 拜登已經好像沒救了這樣 不用他出力也會 而且烏克蘭有一關要過來 因為他九月之後就要碰到冬天了 所以我覺得他的發電 那個取暖的狀況 會有一定的深度的緊張 那那個時候坦白講要怎麼打呢 所以而且我覺得如果照目前看來 包括他跟中國跟北韓跟伊朗 跟土耳其跟印度 好像這些主要國家的貿易狀態都維持穩定 那消耗戰這樣打下來 他不會輸 還可以撐 搞不好會害死美國害死歐洲 所以普京搞不好在想說 搞不好打消耗戰 我也是拖死歐美啊 我覺得他可能有一些想法 慢慢在調整當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最近不太願意 投入太多士兵造成大量傷亡 因為前一陣子真的死蠻多人的 我講的是俄羅斯的軍隊 所以我認為他可能不想這樣打了 因為你去包圍城鎮 工方一定要死很多人的啦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他在慢慢的在調整他的戰法 如果調整戰法的話 那美國現在可能的策略又是什麼呢 竹老師因為在美國目前的風向 選民都覺得 九月還有一場電視辯論呢 這兩個人辯了一次 結果是這樣 九月還要辯 辯不知道是什麼結果 那這樣子已經大肆底定了之後 大家開始押寶啦 就往單面的候選人去傾斜啦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民主黨內看不到任何一個替代人選 那能夠去把民主黨內各派的 各種不同的派系人馬 都能夠押正得住 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 這個本身也是很高的難度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 歐巴馬是支持拜登的 那麼在歐巴馬支持拜登的情況下 其他人要翻盤我覺得就很困難 所以看起來民主黨這一場戰呢 恐怕會陷入苦戰 也就是現在大家考慮的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拜登能不能贏得總統大選 第二個拜登的這個選情 會不會拖累民主黨在參議院 跟眾議院的選舉 那這兩個其實都會關係到 明年的政府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而這兩個問題對民主黨來說 都是難題 所以說現在就是說能不能 就是說通過歐巴馬的動員 能夠去彌補拜登的這些方面的赤字 因為現在的問題其實 雖然川普的問題仍然存在 但是因為拜登的這個軟弱 拜登的這個能力 就是說他的這種執行職務的能力 真的是讓大家去有高度的懷疑 那這種情況下 大家就會把焦點轉移在 民主黨內以及拜登本人 而不是去注意看那個川普本身的問題 所以這個才是讓民主黨最擔心 這也是為什麼民主黨的意見領袖 這麼多站出來 但基本上來講 現在大概看起來不太可能換 但那等到了9月那一次辯論 當然就更麻煩 不過看起來也很有趣 就是說它是下一次辯論是9月 就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大家這個民主黨內 還有幾個月的時間去應變了 還有兩個月的時間可以去應變 但是能不能應變的過來 要怎麼去應變 我看這個問題 大概現在所有人都在 都在 頭痛 頭痛啊 密集的討論了 好 那我覺得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也是很重要 跟這個美國的這個外交政策 也很也息息相關就是 那以色列怎麼辦 當然現在跟這個 跟以色列關係非常密切就是伊朗了 因為現在大家就認為說 要解決以色列的難題 其中一個難題是 就是說要控制住它在北面 跟這個真主黨的戰爭 而真主黨背後就是伊朗 所以到底伊朗跟伊朗要如何制裁它 那當然能不能有效的去運用 伊朗現在正在進行的總統大選 那這個就跟伊朗跟俄羅斯的關係 是有關係的 因為現在俄羅斯現在這個提出來說 有可能會跟伊朗簽一個條約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我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這個就會像是俄羅斯跟北韓所簽署的 其實就是一個同盟條約了 俄羅斯要把北韓跟這個伊朗串在一起 變成一個強固的同盟 那這個當然就會對美國很多的他的戰略專家來講 就是一個很巨大的惡夢 就是說終於歐亞大陸這些國家聯合起來 對抗這個海洋的國家 那所以美國一定要去打敗他們 那伊朗就變成是一個這個罪惡的這個聯盟 罪惡聯盟的成員 那當然這樣子的一種操作 其實跟歐巴馬也好 跟拜登他本來的政策其實是不符的 那當然也會增加美國的難度 為什麼 因為其實事實上來講 這個因為伊朗事實上 第一個它跟俄羅斯的關係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鐵 因為現在伊朗主要跟俄羅斯的 俄羅斯對伊朗的需求是比較 是大於伊朗對俄羅斯的需求的 因為俄羅斯要伊朗協助他的這個 所謂的軍火的這個需要 也要通過伊朗去建立一個南北的這種走道 能夠去避過西方國家的制裁 可是伊朗不希望繼續被西方國家制裁 如果這個走道建立了 那麼伊朗的面臨的制裁會更加的嚴重 現在伊朗不管是改革派的 或是保守派的這個候選人 都宣誓說要帶領這個國家走出制裁 那你怎麼能夠跟俄羅斯結盟呢 所以現在的問題 其實伊朗反而是對於拜登來說是一個難題 但也是一個機會 可是問題他要怎麼去把握 還有一個有趣的角色就是中國大陸的角色 中國大陸可能也不希望被拖進去 因為這樣子一個聯盟 可能會使中國大陸變成綁在一起 一定要跟西方國家去展開一個全面的對抗 那這個裡頭會使得中國大陸跟歐洲的關係陷入了難題 因為這是中國大陸所不願意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裡頭其實有太多複雜的故事 還有待我們進一步去觀察 夏威哥有觀察到俄羅斯的戰法在改變嗎 的確俄羅斯他現在過去在俄烏前線這個打法是很傳統的 先用炮彈給你洗地以後洗過了地 然後步兵再跟上去 但是現在俄羅斯他這個炮彈洗地的這個方式呢 感覺當然因為你像我們講到俄烏戰場上 現在已經打成那種二次大戰一次大戰那種類似像那種壕溝防線戰 那這個時候你其實你的這個那種炮彈洗地當然其實會給守軍帶來很大的壓力 但是現在俄羅斯也發現了光用炮彈洗地的方式沒有辦法達到原先 真的想要達到戰術效果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大量的改裝過去的那種大型的空用炸彈 像比如說他們現在用到這個3000公斤 也就三噸等級這樣的炸彈 因為三噸等級炸彈對於這個俄羅斯空軍的這些戰機來講 要載著它沒有問題 但是過去這些3000公斤的炸彈 它原本設計裝在這些轟炸機去水平轟炸人家這個大城市 一次丟一大堆能夠炸中目標那是萬幸 但是現在靠著俄羅斯開發的新的導引系統 也就是說它自己有俄羅斯的衛星定位系統 然後再結合到這種所謂的炸彈的嚴懲的這樣一個套件 就是炸彈上綁個小翅膀丟下去以後 那個炸彈泡下去小翅膀打開 那這時候它就具備滑翔能力 那我俄羅斯的這個戰機就不用太靠近前線丟下去 而且因為3000公斤的炸彈 即便我不是那麼精準的炸中我原先要炸的目標 炸它旁邊一點點 那個爆炸的威力也可以把你原先想要炸這個目標 震得七魂八素 所以現在俄軍就靠這種大型的空用炸彈 開始大量的在俄烏的這種前線開始開路 所以你看其實美國也注意到這樣一個情勢 所以為什麼這次美國援助烏克蘭的軍員裡面 有包含50億的這個項目 而且50億項目很多是包含這個英式防空飛彈及炮彈 所以看到英式防空飛彈 大家就覺得很有意思 它的射程防空區距離大概40公里左右 但其實那是在美國跟它的盟部 都已經開始太除了這個裝備 像我們中華民國空軍的這個英式防空飛彈 也已經全部除役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想說 有沒有可能我們台灣的英式飛彈 也繞了三分之一個地球跑去烏克蘭 變成烏克蘭這個軍隊的這樣的制式裝備 我們也是非常好集中 但是也代表就是說 美國也已經正式到現在俄羅斯空軍 開始在用這個高磅數 就是大型的這樣的彰彈 在前線開始幫原先的俄軍開路 因為如果說能夠利用這樣的炸彈 炸出一個缺口或炸出一片 因為你知道像這種炸彈 帶給防守守軍的壓力是非常可怕的 也就是說當我防守守軍躲在這個帳簧裡面 看到我旁邊的這個作為炎鐵的這些建物 一個一個被炸爛 而且炸爛之後裡面的人都沒有 那個無限電叫不到 怎麼搞的 那這下的話 其實對於其他還在崗位上的這個戰士來說 壓力會很大 甚至於可能會發揮這個可能會變成集體 就是要向後撤退這樣的情況 現在俄羅斯在那個俄烏戰場上 真的是某種程度來說 利用火力重新抓住了一些這樣一個主導權 不過像這邊也有講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這些華府智庫提出 俄羅斯原本這些反戰精英 開始轉向支持俄羅斯 原本這些反戰精英認為 俄羅斯跟烏克蘭這個衝突 是普丁的戰爭 但是隨著就是說 這個戰況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 加入支援烏克蘭的這一方 讓這些俄國的精英 認為現在這場戰爭已經不止 只是單單針對普丁而已了 是針對俄羅斯 所以站在針對俄羅斯的立場上來說 這些反戰的精英已經認為 這是想對俄羅斯的戰爭 所以他們也要站出來支持了 接下來看看中國大陸的角色 在各種的合縱聯合裡頭 跟印度的關係卻產生了蠻大的緊張 為了要平衡中印外交 孟加拉總理即將訪中 其中要簽訂的70億美元的貸款 就受到很大的關注 從7月8號到11號即將訪中 這件事情看到的其中一個關鍵 叫做貨幣交易 有可能討論用孟加拉幣 跟人民幣進行交易的可能性 雙方就相關備忘錄正在進行磋商 由於中國跟孟加拉的影響力在擴大 讓印度感到的擔憂 讓印度甚至重新評估 要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 要更緊張跟評估小心了 因為在孟加拉國內出現了一些反應的聲浪 這些抗議或者是圖海報出現 就是要所謂印度滾蛋 像這樣子的畫面出現 包括商品 包括印度的運動產品 甚至各種的賽事都一樣 社群上的這種反應的聲浪 出現了越來越多 專家分析 因為包括現在孟加拉有1.1的人口 購買力又不斷增長 卻因為跟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中國投資也越多 尤其是中國對外資投資的 友好有利可圖的可能性 讓中印走的 跟孟加拉走的越來越近 但相對跟印度卻關係 非常的緊張 所以中國解放軍呢 還在5月份到了孟加拉 首次展開過金色友誼 2024的陸軍聯合軍演 更展示 雙方不只是在經濟上合作 在軍事上也會聯合演習 那印度緊張啦 所以孟加拉總理哈希娜 訪中之前 莫迪還搶先跟他 在6月22號一起簽署一份 擴大合作協議的各種 包括國防關係這些聯合訓練 希望能夠建立 互相再拉攏孟加拉跟他們的關係 但中印邊境的緊張卻是越來越多的演習事件 或者是邊境的衝突 例如這一起是印度的坦克 在跟中國接壤這個地區 渡河其實應該是個軍事訓練的演習的 卻發生了意外事件 發生在拉達克地區這邊的位置 中國跟印度實際控制線的附近 突然有像一輛坦克不幸的 因為被說算是因為大雨天候不佳 讓他們在渡河的時候不幸被大水給淹沒 造成了五名士兵的死亡 那但是的確雙方在各種的開通直航 拒絕的這種條件邊境不願意退讓 實在是蠻緊張的 中印關係緊張之後 印度的總理莫迪 原本下個禮拜三要參加的 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合會 卻突然表示我們將會派其他人 由外長蘇傑森率領參加 所以莫迪自己不去了 印度的斯坦時報只是報導 它不會出席峰會 可能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印關係實在太緊張了 不過當然也可能它來自於自己國內的狀況不斷 自顧不暇 例如連續三天已經三起了 印度的機場建物各種的坍塌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實在是很驚恐 這是機場 印度的國門新德里機場28號遭到狂風強降雨 直接像江湖的一樣整個全部塌下來垮下來 航下的屋頂梁柱坍塌造成了一死八傷 這是不可思議的畫面 那29號印度西部也一樣喔 又傳出類似的意外 出現剛剛啟用的機場頂棚 大雨居然太下太大 直接寢洩的情況之下 就整個倒塌了 所以才啟用三個月的機場就發生倒塌 在中部也有類似的情況 連續三天的三起 對於重大的交通建設來講 國內的這些公式公法 到底有沒有受到很安全 或者是合乎國際規範的標準 連政府機關也受到很大的挑戰 亮哥看到中印關係的緊張 跟孟加拉之間的多邊關係 不過這個印度也是一個奇葩啦 因為他周邊所有國家的關係都非常不好 這個大概全世界就只有這麼一個國家啦 你看他跟巴基斯坦 跟斯里蘭卡 跟尼泊爾 跟中國 關係都非常不好 那本來他是可以跟孟加拉比較好的 因為孟加拉當初是東巴基斯坦嘛 那獨立的過程當中 印度有幫忙的 那結果後來關係還是不好 這個我覺得就要怪印度自己啦 就是他就是 對他的周邊國家都非常的驕傲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事實上他們本來就是不同教啦 一個是穆斯林 一個是印度教為主 那這個後來孟加拉 因為這個國家很窮嘛 那你也知道緬甸那邊不是有羅興亞的 那難民被緬甸趕出來 那趕到孟加拉 那事實上他們也本來就是從孟加拉過去的 那光是這樣的人就有120萬 那孟加拉就覺得他的壓力很大 那孟加拉也有一堆難民跑去印度 那結果印度把他們趕回來 而且印度還用鐵絲網封鎖邊境 不讓孟加拉那些人過去 那事實上 因為當初印度那個國界的劃分 我坦白講啦 就是加爾格達跟孟加拉就是連在一起了 就是 所以很多人事實上生活圈就是在一起的 那現在你變成兩個國家 所以他對那邊的國境的執行就越來越嚴 那當然因為孟加拉很窮 孟加拉現在人均只有2800塊 而且那個地方大概是全世界最容易有水災的地方 下雨都非常大等等 那後來去幫他忙的就是中國 就中國去幫他蓋馬路 蓋水利建設 蓋機場 就都是基建 那奇怪為什麼不是印度 所以我說他周邊國家很多關係都是這樣搞砸的 斯里蘭卡也是 斯里蘭卡那個最大那個港口 就是中國去做擔保的 那現在把它重建起來這樣 事實上那個宗教都不一樣 斯里蘭卡是佛教 那孟加拉跟那個巴西斯坦都是穆斯林 可是我就印度自己什麼教都有 可是他卻沒有辦法把周邊的關係弄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就是長期累積的情緒 所以也沒有說嚴重到說什麼孟加拉會來幫中國打印度 也沒有到那個程度 可是就是你可以看到常常會有這類的事件 就是他就是去辦訪中國 然後你看我認為這個本幣互換應該是確定的 那本幣互換之後 那中國大陸當然對孟加拉影響就更大 而且這個地方中國要去跟他發展關係還真的有必要 因為他的人口高到1.7億 所以坦白說也是一個崛起中的消費國家 就是說他如果好好發展 那未來也是一個重要的市場 就是這樣 那而且中國大陸有很多紡織業 也是移到孟加拉還有巴基斯坦 這也是事實 所以我是覺得 那印度這個國家 跟周邊的國家要改進 我認為就是也壞不到多壞 可是就是跑不了 所以你說上和會 上和對印度來講本來誘因就很低 因為那個地方是我們講是歐亞聯盟 可是是以中亞俄羅斯跟中國為主 所以坦白講跟印度實在是沾不上邊 說實在有點遠 當然你如果印度透過阿富汗可以沾上邊 可是印度又沒有努力在經營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不去是可以理解 因為你知道他這是選舉大敗 那很多窮人都改投給反對黨 所以我覺得他留在印度也是合理 你要先穩住國內為優先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中華關係被說緊張嗎 所以至於連莫迪本來要參加的上海上和會 也都不參加了 這個如果說莫迪去的話 大概會見到習近平 然後會見到巴基斯坦總統 他可能也不想面對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說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藉口 但整體來講 印度政府是沒有提供任何的理由 說為什麼不去 但他比較像算是一個拿得出台面的理由 不是說因為他的國會正在開會 因為印度是內閣制 所以他必須要在國會進行尋答 所以他沒有辦法離開 不過整體來講 其實去年印度就出現這個有趣的事情 因為去年印度是上和組織的東道組 但是去年的上和組織的峰會 它居然是線上的召開 當時其實大家就有很多揣測說 為什麼印度會採取這樣子一個做法 那當然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說 整個上和組織現在呢 伊朗進來了 白俄羅斯進來了 所以整個上和組織變得 越來越好像是跟美國打對台的 那印度呢 雖然他強調的是不結盟 可是整體來講印度現在 但就客觀事實來說 印度現在是所謂的四方會談的成員國之一 他等於是美國在南亞最親密的夥伴國家 所以他要怎麼辦 所以他當然就要變成要面臨一個選擇了 那第二個當然是什麼 就是說現在這一次的東道組 上和組織中道組是哈薩克 哈薩克過去是前蘇聯的成員國 但現在他在整個地緣政治上的選擇上 他親中國大陸更多於親俄羅斯 因為他很擔心 普丁會重新想要把這些舊的前蘇聯的成員國 統統都併入他的領土 所以他需要中國大陸加碼來維持他的獨立 所以本來印度在這個上和組織裡頭 他最可靠的夥伴是俄羅斯 結果他現在要舉辦的東道組的國家 是一個跟中國大陸比較親 跟俄羅斯比較遠的國家 所以這兩個原因我覺得加起來就是 他覺得說那他還是不去好 所以一個是跟美國的關係 一個是跟俄羅斯的關係 這兩個其實我認為是他考慮的最重要因素 但這也就反映出印度的一個困難之處 因為本來上和組織是反恐的一個重要的基地 而印度他的所謂的安全困擾裡頭很核心的就是恐怖主義的攻擊 尤其是在莫迪本人他對穆斯林的政策 很多人認為他比較敵視穆斯林的情況下 他要怎麼去應對恐怖主義攻擊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但他可能現在他沒有餘力考慮這個問題 他可能要先擺平來自他的 不管是他黨內內部的這種不同的聲音 或者是他反對黨的不同的聲音 所以這個會影響到他對外的行動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中印關係雖然是有衝突 不過目前為止在緊張的關係裡還沒有辦法 還不會有真的大的衝突發生嗎 其實他們要兩個國家發生大的衝突很難 雖然說我們看到最近有新聞 印度的戰車演習居然可以開到河裡面 也被水給沖走 感覺好像印度在實施備戰 刻刻準備要跟中國大陸可能是比較完整的 但其實這兩個國家在地球上來講 它有一個非常弔詭的恐怖平衡 怎麼說呢 我們大家剛剛前面佐老師也都講到 印度其實地勢非常平坦 但也因為如此 印度它需要雨量 需要的用水 因為它全國也大概14億人多 它現在人口是全球最低大的 那它的水從哪裡來 它的水龍頭都從喜馬拉雅山上下來 而且水龍頭的開關就等於在北京的手裡 所以對於清德里來講 它要能夠有足夠的水來供養這14億人的話 其實還要看北京臉色